博车中请注意周围环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哈里三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极客007的自定义博车功能 不同于常规的自动博车 一定要找到那个车位 这辆车你可以在它360视图的俯视图里面 选择你想要它停的位置 然后把那个框放在那就行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TopGear节目中 Richard Hammond去试驾那台iS600时候的场景 有点好奇 如果把这个框放在障碍物上会怎么样 那么在体验完了指尖博车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台极客007 它本身的表现如何 你花209,900 你买到一个800伏架构的纯电中性轿车 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炸裂了 但是在这满满的诚意背后 它有没有炸呢 如果你要买这辆车的话 你要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这就是本期节目 要大家探讨的话题 STARGATE 星际之门 这个看起来非常炫酷的头灯 它可以用来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它可以当作是你的一个画板 你可以在上面随意的抒发一些情感 而第二就在于你日常和你的另一半 一些比较特殊的纪念日 可以提供一些特殊的仪式感 再者说8000块钱买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炫酷的灯 其实价格还蛮实惠的 而且你其实并不需要去担心会增加第二年保险 就如果地撞了它的话 因为保险是按出险次数来定金额的 而不是出险的金额 但是在你选购这个灯之前 先要给各位泼两盆冷水 第一就是你上面所有的那些自定义图案 在车开起来之后 就必须要恢复到它设定好那几个默认图案了 因为这是法规规定的 所以说之前躺币当车设想的那个 可以把前脸画成任何你想要的前脸的那个灯的样子 就不太可能了 而第二点就在于 你确定你要为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两个不怎么常见的使用场景 都花这8000块钱吗 毕竟这个很炫酷的灯是很容易让你冲动消费的 所以说在你下单之前 要仔细想清楚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灯就是这辆车的灵魂 或者说你还个不差钱的话 那就当我没说 如果你觉得花8000块钱买个灯还觉得挺实惠的话 那么这12000块钱买个电动门 你可能就要掂量掂量 确实它可以给你的用车生活带来一些仪式感和便利性 但是你或许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还可以真正去享受到它给你带来的便利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铰链的重量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如果你是个急性子的话 它的这个开关门的逻辑 甚至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便 而且如果你不选择这个门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就像大众ID和最近很火的小米苏7是一样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反而更加的合理 一下子一把 就这个动作非常的流畅 不如省下这12000块钱 你至少还可以冲个大概2万公里的电 看一下后备箱 首先要聊的是这个后备箱盖的这个形状 因为它也是一个棒式的设计 所以当你打开这个后备箱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车的车尾不见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shootingbrake 而且这样一个比较大的 大面积的一个后备箱盖 带来的一个优势就在于 它的开口宽度也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了它的高度和它的机构 两侧的宽度也依旧是受到一定限制 不过460多是那个后备箱容积 再加上这一个非常大的深坑 也足够满足大多数的需求了 进入车内你会感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即视感 因为它整体的特征设计和GX其实非常接近 我觉得这件好事 因为GX可能是我认为这个价位里面 最好看的内饰之一了 只不过作为它轿车 它身上确实没有GX那么多的小心思 当然也保留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眼镜盒 以及后面的这个挂衣钩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在于屏幕 之前是左右横移 现在是左右摆动 可以面向主架 或者副驾 而这辆车呢 你是特意通过四指的滑动 来操作这个屏幕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他们应该做的再极致一点 它应该像Nomi一样 就是变成一个生命体 你上车的时候 这个屏幕就转过来看着你 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这样讲到了屏幕 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 这个车机的表现 就算是饱受勾病的极客 现在终于也拥有一个好车机了 看得出来 这整个车机的使用还是非常的丝滑 而且其实罗机的UI 也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为什么极客现在可以拥有这样一个车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8295芯片 算力真的是太差 你要是这玩意 你还能给它搞得很卡 说实话也挺不容易的 第二 之前在华为智能驾驶的将军 现在呢 正在极客负责智能座舱 我并不确定这两者之间算不算跨界 但至少它得出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不错的 三双设计很好用 但是在人机工程学上呢 它有一个小的bug 就是方牌有点大了 所以说它其实会遮住屏幕的这个角落 如果你把屏幕朝向自己的话 那这个遮蔽会更加的严重 没办法 在现在这个布局之下 屏幕的尺寸和可视性 你只能二选一了 但是呢 除了这一点之外 整辆车的人机工程学 至少驾驶市场 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方向盘的位置很正确 我整个坐姿 也都是比较贴合我的需求的 而且它的这个中导台啊 相对比较矮 所以说当我的腿架在这的时候 并不是膝盖顶到什么硬的东西 而是我的小腿 抵在一个软质的包裹上 我觉得这个驾驶起来的一个舒适性 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只不过如果你之前是燃油车的驾驶者的话 那么这个坐高 你依旧是需要去适应的 虽然说它的电池已经很薄了 但是一米四五的车高 还是对这个位置 你的视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讲到了车顶 就去后面看一看 它的后排空间 头部以我这个身高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来到后排 前面是我的加尔姿态 我的身高是一米九 我的头和腿都没有碰到任何的东西 但其实头部空间剩的已经不是很多了 所以说这个没有衡量的一体式玻璃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确实偷了不少的头部空间 关于整个后排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 来提它的几个优点 第一 座椅的舒适性是可以保障的 上午的时候大家在后排坐了一个多小时 并没有明显不适的一个感觉 第二 这个后排座椅 它的靠背竟然是电动可调的 在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甚至同时它还兼容了翻折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可是ET7都不曾拥有的东西 第三 就在于它的天幕了 今天天气没有任何的云 稍微有一点霉 太阳基本都是直射的 晒了一整天 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甚至连玻璃都还是冰的 当然我不确定在夏天会怎么样 但至少比我的ET5表现是要更加的出色的 那说完了优点来说一下车上几个缺点 第一 它的坐姿是稍微偏低了一些 它在坐姿和头部空间之间显然是选择了后者 对于我这个身高人来说 我的大腿基本就很难得到一个好的支撑了 而第二就在于作为一个原生电动车 竟然后排中间有隆起 虽然这个隆起也不是很明显 但我觉得稍微有一些不应该 而第三就在于这个水杯架 其实整个后排包括整个内饰 它的质感 它的用料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就是这个水杯架会让你觉得稍微有一点出息了 接下来我们把车开起来 看一下这台极客007的动态表现 第一 它的转向的力度其实是偏大的 就算是在最舒适的模式之下 它的手力也还是蛮明显的 所以如果是个姑娘 前里日常开的不是宝马mini的话 那么这个转向的力度 你可能需要稍微去适应一下 第二 这辆车的刹车虽然力度非常的强 我们这辆车还是20寸轮毂加四活塞卡钱的一个配置 但是它初段的踏板支撑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制动力会来得稍微有一些突然 就算它已经有舒适刹停这个功能了 在低速状态下 对于刹车踏板的控制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 第三 就是这辆车的悬挂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辆非常运动的车 但是它的CDC却给这辆车赋予了非常丰富的性格转变 当你把这个模式调到舒适的时候 它甚至会有一种美式车的那种传感 我觉得这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个表现 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反而喜欢这个状态 它依旧可以保证质感 依旧可以保证舒适性 但是那种飘飘乎乎的那种感觉 会让我觉得整辆车真的有一种 跟路面隔离的一个状态 而如果你并不喜欢这样的状态 你想要有更加紧固的支撑的话 那么标准跟运动也绝对能满这个需求 第四 就是极客首次使用的这一套驾驶辅助系统了 NZP其实之前在001上体验的时候 大家都说它的激进程度是非常的令人意外的 而这辆车也是一样的表现 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地体验这套系统 但是可以给大家交个点 是透露个小消息 就是从华为去极客的不止将军一个人 还有它的前同事陈奇 同样在搞极客的驾驶服务 所以说它未来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值得期待 第五是这辆车的配置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四驱自驾版 也就是除了那个性能版之外的顶配了 但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它这四个版本里面 性价比最低的一个版本 因为后驱的那两个版本 你只要花两万块钱就可以升级到自驾版 然而这两万块钱同时还包含了 价值两万块钱的选装包 自驾等于是送的 然而四驱到四驱自驾 三万块钱的差价 其实只包含了一个八千块钱的灯 但是当你打开这辆车具体的配置表之后 你会发现 CDC是只出现在四驱版本的车型之上 所以说不管你更想要哪一个配置 你都会觉得这个选的稍微有点各异 这说明它的刀法还是不够精神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限时从75度电升级到100度电 只要两万块钱 这个诚意还是很足的 未来升级一下 五万八喜欢您来 即刻升级只要两万块 爱买不买 从这来即刻007的定价 整体的表现 包括它开发布会的时间可以看得出来 即刻和小米之间似乎是有着一些个人恩怨的 而事实确实如此 小米从吉利这里挖走了 吉利汽车研究院的院长胡振南 而现任即刻CMO的关海涛 在荣耀和小米拼刺刀最凶的那个时候 是荣耀的CMO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即刻007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 想要好好煞一煞小米的锐气 而现在的情况对于小米来说 确实是不容乐观 它的标准版车型真的要定价足够的诚意 才有可能避开这样车的阻击 大家真的不要叫九万九了 这不可能的 而你会发现 无论它和小米怎么打 这个价位里其他的车型 受到波及是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智介S7小峰PTI 甚至刚换新的Model 3 都有可能在这辆车的主机范围之内 更别提我能辆ET5了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 神仙打架烦人造谣 散播剧场——已 Vehicle